大家好,今天要分享的是桃子酥皮塔,非常容易制作,适合在这圣诞佳节和朋友一起分享。 首先,将冷冻的油酥片切成四小方块,油酥片可以在各大超市购买,如果要自己制作需要花上很多时间。 这视频分享四种不同的油酥塔花样,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水果代替桃子。 用叉字在油酥皮上插小孔。 挤上软化的奶油奶酪,盖上一半的桃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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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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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 разб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 这張如当icle母帅 galera,我们新建栏目。 然后,好啊!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 打赏政府feeding Mov Nixon睜与点栏目。 將一顆蛋打散 把蛋液塗在油酥塔的表面 放入預熱的烤箱 烘烤180摄氏度30分鐘 在烤好的油酥塔上撒上糖粉 又香又酥脆的桃子油酥塔就做好了 若喜欢这视频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如果已经订阅 记得打开下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视频分享 谢谢收看